今天來解說 海水回霧掉的卵蟲顏色選擇 那我玩海水回霧掉的九成時間都是使用卵蟲 那同一款卵蟲會有非常多的顏色選擇 但對於剛入門的人看到 一款鵝就出了十幾種顏色 會演化搖亂不知道怎麼挑選 那雖然說每種顏色都可以掉到裡面 但如果在各種不同的場地和時段 挑選用對的顏色的話 完全會反應到搖框 顏色大概可以這樣分類 會有透明系、實色系和夜光系 還有螢光系這四大類 我以我這邊手上有的這個 HR西谷獵人系列的卵蟲 TT-Shake 全部顏色來說明 那我先從透明系開始說起 透明系的卵蟲會像小魚牛或是小蝦這種 身體是帶透明的 所以看起來會很自然 那魚對透明系的卵蟲警戒性會最小 只要在水清的時候 不管白天或是晚上都可以很好的發揮 但是在水濁的時候會非常不明顯 所以各家廠商會在透明系的顏裡面加一些亮片粉 螢光粉或是夜光粉 那我建議這種透明系 至少要備一款 好 再來是實色系的 那實色系可以分兩個種類 一個是自然色 然後一個是顯眼色 首先是橘色 橘色同時擁有兩種屬性 一般的時候它是屬於是顯眼色的 但是到了夜晚的那種街燈下 會變成自然色 因為大部分的街燈都是偏軟橘色的那種 橘色軟耳會跟街燈顏色同化 看起來就像是落小生物 想利用保護色來隱藏自己 反而會讓略死者更有攻擊的慾望 再來是亮黃色 亮黃色在自然界是不常看到的顯眼色 白天或是晚上都很好用 在水中呢 人或是魚都可以很好看清楚 魚活性好的時候非常搖 很推薦入手的顏色之一 那再來是綠色 綠色和藍色在白天使用很強 是屬於自然色系 就算在晴朗的白天 魚對綠色的警戒性也很低 接下來是粉色 粉色是屬於顯眼色 那白天或是晚上 水灼的時候都很好用 白天又還掉小時半 晚上掉間所有戰績都還不錯 然後深暗色 像這個是非常深的褐色 其他還有像是深紅色 深墨綠色都是屬於深暗色 可以歸納成蝦蟹的那種甲殼顏色 那最後是我這邊手邊沒有的是純黑色 在我今天中滿月的時候 月光明亮的夜晚 不知道為什麼魚都不怎麼好掉 但是用黑色就可以打破這個局面 接下來說明這個夜光式 夜光暖蟲是添加一種可以吸收光能 再緩慢釋放的吸塗元素 使用時機是在晚上水灼或是深水廠 也是必備的顏色之一 那大部分的廠商也會在透明系 或是實色系的軟耳中 添加夜光粉 而且現在夜光也不單單只有常見的綠色 還有一些廠商會出了藍紫紅橘的發光色 另外還有微亮夜光和高亮的夜光可以選 選擇是非常多種 那日系包裝上面會有標示GLOW 就是有添加夜光劑 最後是螢光錫 是要拿UV燈或紫外線燈 才可以照出清白色的那種螢光 雖然不會像夜光那樣子可以續光 但是海洋生物大部分都可以看得到螢光色 所以在晚上銀天生長還有母光黃昏 這種可見光較微弱 但也還有紫外線光的時段 可以拿出螢光色系 那效果還不錯 日系商品包裝上面會標示CAMERA 就是有添加螢光劑 而這四大系又可以互相組合 例如半透藍點點夜光 或是半透橘葉螢光之類的 這種複合式特性也是很好的選擇 主要以光源和水色來挑選顏色 不外乎就這幾大因素 光黃昏、白天、晚上、明夜、暗夜、水清、水索和燈源等等 那以上供參考 我們下次見 拜